哎呀 这个质感 这个质感真的很好吃 有人一会把这喝了喝不酒下 跟我这反抗 你是逃不出去的 探天和别多真假 厨子说 北京都进不去 带你们来杭州西湖的国宾馆 看一看 三人2858 茶也很一般 还没我们家我自己喝的好呢 民室上户150 咸鲜的口 带着它里边蒜黄和姜丝的味道 扇鱼的口感也特别好 滑嫩 痰 这和咱们在上海吃的不一样了 杭州这边的菜就甜口 明显比上海里边的小很多 这菜不错 香蓝和姜丝230 人家说要给切 我没让切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这个鸡 哎呀 这个质感 别垫着花菇和小甘葱 我闻出了很明显的黄酒的味道 这个鸡应该就是黄酒 菜红什么的腌了一下 里边有花菇什么的 是蒸还是烤 弄出来的 鸡肉的口感非常好 特别有弹性 然后味道浸得也透 然后这个鸡皮你吃到嘴里边 会觉得很黏牙 黏嘴唇的那种感觉 鸡胸 鸡胸你会觉得虚味的有一点干 并不是柴 鸡肉的鲜味还是很细的 这个鸡好吃 杨梅酒味虾 120 你看这个颜色 虾还透透的 绝对活虾啊 这个味道不好说呀 这个味道很复杂的味道 所以我只能漏气 尝一下汁 然后跟你们说味道了啊 确实是有羊梅的味道 有黄酒的味道 但我尝出来的里边可能 酱油的比例挺大的 带一点点的辣味 你就想象吧 酱油对黄酒 然后有一点点辣味 带一点甜口 哎 哎呦 跟我这反抗 你是逃不出去的 用我吃的这种镜头的时候呢 咱给你打个马赛克好不好 虾肉的那个嫩 那个滑 那个汤 这都不用说了 仔细吃还带着一点点的姜味 如果你能接受这个活虾 这个菜真的很好吃 吃棉花丁存好了 1880 有人一会儿把这喝了 会不会酒驾 反正你也没车可开 哈哈 这是什么东西 竹酸 哎 你猜这什么东西 这不会是油菜吧 你喜欢看 长记忆点了 我刚开始以为这是个龙虾腿 后来一看不是 这什么玩意儿我也不认识 反正他们一会儿就会写了评论剧了 我的耗龙 里边的油菜 竹酸 都是简单的 烫了一下你就进嘴了 然后耗龙吃的 就只剩龙虾肉本身的那一点点的鲜和甜了 然后所有东西都带着一点点黄酒的酒香味 说实话我觉得太过清淡了 先把龙虾搓了吧 龙虾肉的口感还是不错 加热煮的时间什么都是合理的 但是就是味道非常清淡 可谓清淡的 可能会很喜欢龙虾 我自己就是口中 是我个人觉得一般 你觉得这个黄酒加热了之后是不是有点浪费的酒 不不不就这个黄酒 潘然街 妈妈课堂开课了 黄酒和那个就是红酒 它们都是酿烙酒 它们是没有经过蒸馏的 它不是咱们喝的那个 咱们现在喝的白酒 或者说是威士忌这种酒 这些酒都是蒸过蒸馏的 加冬方法是不一样的 可以可以站住加热然后做菜 你对黄酒的意见还沉浸于拿上炒菜 黄酒拿来喝是很好的 明白吗妹妹 这点片汤40 听说过 没吃过 这点汤就是面吗 对 就是面汤 有笋 有口馍 有肉片 笋 尝一尝面汤 面条汤就是挂面 面条汤就是挂面 约着我来 我觉得这片汤就好像在家 你炒点肉片 水 一炸锅 加点水 加点酱油 煮着碗 挂面 很一般 定生羹 65块钱 红豆馅 外边是米糕 里边是红豆馅 然后粉红色的 很可爱 很漂亮 它从里到外有甜味 但是不是说不太甜 真的 原味很淡 也就是这样 做总结 总体上来说 人这做菜的水平非常好 那个鸡 比楼外楼那个好吃 那个扇糊 炒得也非常非常好吃 这个龙虾 我个人口味有点不太喜欢 一个醉虾也不错 总体来说就都挺好吃的 你们看吧 到了这个级别就没有不好吃了 它这蒙心都是桂花的味